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人喜欢的学生 希望太多的感觉 的许位 旦然助理 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的 开始祈祷 心里面像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 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 全部迁锁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命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 能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 全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我能做人的一个 用力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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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那一佛上师融入光 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 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 就是按住 不跟随这个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呢 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 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 就是什么都不执着 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 按住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刹那造众罪 尼吉诸五间 何况无始罪 几种十三去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呢 不仅是用教程来说明 堕入恶趣以后不得解脱的 而且凭我们的智慧 以我们的理证来可以说明 这个堕入恶趣是非常容易的 比如说我们活在人间的时候呢 有时候故意或者无意当中呢 经常造罪 造这样的罪业呢 并不需要漫长的时间 有时候呢 在一刹那间当中啊 就是比如说你对殊胜的菩萨 金刚上师或者是诸佛阿罗汉当特别严厉的对境面前生起一刹那的恶念 这种刹那也说是实际刹那 实际刹那的恶念的话 那么我们第一品当中所讲的那样 最后呢就是凭自己的这种恶念的刹那的树木再堕入地狱当中 也感受如是解的痛苦 我们这些众生无时以来到现在 在这个轮回啊 就是在这个漫无边际的轮回当中呢 造过多少次罪业 这一点是我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 每一个人是思考自己的往昔 所以自己呢 我们前世啊 前世的前世啊 等等一直无时以来到现在 流转轮回这个过程呢 虽然我们很多人可能是想不起来 但是呢 仅仅是我们有些人的即生当中啊 你从小到现在 到现在这个生活当中 大概就是杀害多少众生 你的相续当中生起多少恶念 你的课里面说过多少恶语啊 众伤别人的说过多少恶语 这样一来 那么一刹那间的罪业的最严重 也就是说这种罪业如是地严重的话 那么我们无时以来到现在所造的罪业有多少 如果积累起来的话 就是比山王还多 比大海还深 应该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将来就是得不到胜去 这一点就根本不用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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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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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座的各位 不管你是在家人 你是出家人 你信因果 不信因果 凡是世间的规律 都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违约了这个线 违约了这个因果的规则 那么将来我们的心神 一定会是要感受如此的痛苦 或者是他的这种惩罚 所以说在现在活在人间 自由自在的时候 应该经常要想 我们相续当中肯定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罪业 那么这个罪业没有清净而死亡 来世有没有机会清净呢 非常困难的 所以很多高僧大德和这些传承上师们都要求 大家在活着的时候 一定要紧紧忏悔 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 一定要自己以前能想得起的 想不起的这些罪业 我们前面说的那样 就是依靠金刚法度的窍诀 来厉厉的忏悔 你在临时的时候 最好以前的这些罪业 尽量的已经控制了 然后我们以后的有生之念当中 大家心里面有一个誓言 我尽量的不要造罪业的 像以前那样的 肆无忌惮的 也就是说一点的 不顾忌的 随随便便造恶业 这种行为是非常的愚痴 我千万不能这样的 宁可我死在人间 或者我饿死动死都可以的 但是我千万不要像 一天那样造罪的 我们现在大家也应该 一定要发愿 发愿以后 将来不要造任何的恶业 那么我以前所造的这些罪业 全部在诸佛菩萨金刚上师 金刚萨埵面前 历历忏悔 自相续得以清净 经常诚心诚意地合照祈祷 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经常要做的事情 对不起 熊器人ER对不起的 马上马上银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就是说 如果你单单感受罪业 果报就尽了是可以的 但并不是这样的 你正在感受这种果报的同时 而且这种果报受完了以后 能不能解脱呢 不能解脱 为什么不能解脱呢 因为你一边正在感受这种苦苦 一方面你还要继续造罪业 造罪业的话 那么以前的这种罪业 以及现在你说造的罪业 这两种罪业并行一起 后来你还是在地狱 饿鬼当中不断地受苦 我们有些众生在人间造了罪业 造了罪业以后就开始 比如说有些人杀害众生 杀害众生他在转生到复活地狱 复活地狱地狱里面 按他的自受的五百年 说完了以后 如果能获得释放 获得解脱的是还可以的 但是当你转生到复活地狱的时候 因为地狱的众生 他一生来都是 他的嗔恨心和嫉妒心是非常严重的 他看见众生的时候 拿着他的业力作现前的 各种兵器来互相抗杀 这样以后 一边在地狱里面受苦的时候 一边也是杀害无量的众生 这样过后你杀害每一个众生 也同样地感受他的果报 所以你有前面的这种罪业 还有现在正在现行的一些罪业 这两个罪业集合起来的话 那么什么时候获得解脱呢 非常困难的 所以一般来说 你真正堕入到地狱里面或者饿鬼里面 包括我们现在人间看见的 不管是海里面居住的动物也好 或者是我们人间 分散居住的这些动物 他就每天都是不断地在杀生 不断地在吃别的生命 还能偷盗 邪淫等等 造了那么多的罪业 那么每一个罪业都要无量的苦报 所以不可能获得解脱 应该想 不要说别人造的恶业 如是如是快乐 我做的善业 什么一点感觉都是没有的 龙猛菩萨也这样讲的吧 说我们作为造的业力 并不是用刀子看我们的身体一样 马上出血 不会有那么的 一旦你的因缘和和 果报现前的时候 你以前所造的这些罪业 全部都如是现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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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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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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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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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说 获得人生以后应该尽情的 但有些如果不尽情 非常可惜 这个道理分两个方面 略说和广说 首先是略说 既得此现下 若我不修善 此起陌生吃 也无过此意 既然我们这次已经获得了 就像一百天当中 遇到的一顿饭一样的 极为难得的 前面我们已经从因缘方面 数目方面 比喻方面等等 非常非常难得的 鲜小的人生已经居住了 现在我们修 无常大圆满的法 或者说菩提心的法门 出力心的法门 以及人我 法不我 任何一个法门的话 我想每一个人 应该有自由的 没有一个人说 你现在这种修法是不准 有些可能家里 或者单位上有一种约束 但是你如果自己 真的有这种信仰 谁也约束不了的 谁也控制不了你的这种信仰 有这么好的机缘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行持 修持 若我不修一战 如果我这么好的因缘具足 顺缘具足的时候 没有认认真正地去修持 没有把它利用起来 那这样的话 非常的可惜 这就是自欺陌生 自己欺骗 自己没有胜过他的 总而言之 我们获得这样的人身的时候 这种人身的价值 远远已经超过十万个如意宝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人身如意宝 用来造恶业 非常可惜的 所以龙猛菩萨也是说了 我们这个人身 就像是珍宝千人的金器 用来造不净分的仪器一样 非常可惜 任何一个人获得这样的人身宝的时候 没有用上而浪费 而耗尽 极为的可惜 也是一种愚痴的做法 所以我想 我们应该不要自己 怎么说啊 就是好像在这种状态上 自己都成了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 或者说自己行持善法 一点都是没有这种勇气 没有力气 这样不太好 应该说 我们这样的人身 是非常乃至不易 那么你既然待了以后 每个人还是要好好地行持佛法 行持佛法 不要等着明天 后天 再过多少年 不要这样的 每天就是当下 抓住你当天的时日 然后在这种状态下でも LOC肯定不停的 她要amous 锁着我交给了一批 我先这种状态下来的那种状态的时候 但是那个状态下来的那个状态 从彼上做得很高 所以 我只要您好好看 我们来一下 您的手机 处理 wła人们 这也是要跟着于按下 你一种嘴在这里 来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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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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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